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表演节目录制完毕 今天子亲们终于要跟阿公阿嬷连线 一起来观赏节目 阿公阿嬷感兴趣吗 是的 我们以前都会每个月这样子去到现场 跟阿公阿嬷他们互动 因为COVID这个这样子的关系 年轻人就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东西 利用这些科技这样子 带一些快乐给他们 有七八二二三 疫情让阿郎无法开放探访 虽然只能透过屏幕见面 但关怀互动临时差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们会不明白我讲的 因为他们不能明白我意思 在生活交叉时,他们能感到享受 和一起移动,所以整体挺有趣的。 这种交叉其实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们已经跟他们接触了几年了, 所以虽然不能面对面,至少带给他们一些熟悉感。 我们这边也能看得出老人也会比较喜欢, 他们会看起来。期待下一个节目。 不受防疫距离的影响, 无心的关怀和陪伴, 让这一个月一次的约定更加温馨动人。 大爱新闻张瑜嘉新加坡报导。